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继续我们的传传转项目 我们上一节课主要讲的是一个实现城市定位 如何通过自己的一个所在位置的一个经纬度来获取一个城市信息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是获取实现一个商户展示列表 我们首先看一下传传转的一个它的一个效果图 这里边大家看一下 把它起来 我们今天要实现的是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它的一个列表 大家首先看还有一个图标 有一个图标 标题 还有一些级别 平行 评论数 还有一个地址 距离 我们今天主要实现这个页面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PPT 我们实现的一个步骤 首先是按一个木模型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个木模型 Model 我们增加一个商户实体 Operation 我们增加几个操作 获取商户的一个操作 VIO就是我们的一个界面 界面展示 增加一个Widget 这里边包括一个G类 还有一个Seal 里边单元格 Event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一个事件 就是什么情况下会触发我们这个操作 像下拉刷新或点击一个定位的时候 都会我们看一下什么时候会触发呢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下拉刷新 我们后边会加上一个下拉刷新的效果 它会获取数据 我们点定位 上面那个定位的时候也会获取 重新获取数据 它就会 把这个事件呢 就会把我们这些操作实体 还有VIO界面联系起来 我们再讲几个公开库 好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继续我们的一个代码 这里边我们增加了一个商户的一个实体operation 这里边的一些字段的定义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接口 我们通过抓包工具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Charlis 就是我们这里边的一个Charlis 可以监控它的一个API 这是我监控到的一些API 像获取商户的一个 商户的一个列表 就是这个API 我们我把它拷贝到我们的URL定义里边 这是获取商户的一个地址 我们把它拷贝一下 我们在浏览器里把它打开 那这里就是返回的一个数据格式 我们根据它的数据格式 来解析我们的一个实体 叫商户的一个实体 这种格式其实是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和服务端定义好 或者是根据第三方的文档里边标准来做解析的 像我们这里边有一些地址 还有一个Name Name我们用的G类 因为各个实体可能都有Name 我们就把它定义到G类里边 还有一个电话 PhotoUl 就是里边用到的一个图 还有一个简图 SphotoUl 就是我们这里边用到的一个PhotoUl SphotoUl 这是简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片 看一下图片 其实就是我们看一下手机上 就是这就是这只应该是一张看一下 我们把它重新启动一下 好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就是我们这张图片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它的一个数据格式 这里边再看一下 我们解析的时候 还有一个评级 这里边这个浏览器我再刷新一下 网络有点慢 好这里边有一个评级 相当于几星 我们解析出这个评级 然后还有一个评论术 还有一个距离 记录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些字段 我们跟它的解析的时候 跟这些字段 跟这里边返回的一个字段 做一下对应 这样我们这个实体就解析 解析OK了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Operation 我们增加了一个 积累 就是做操作的 跟网络操作有关的 这里边我们可以简单 这是一个公共的类 建议大家不要使用第三方的一个 网络操作 尽量自己写也非常的简单 使用第三方的库呢 维护起来是比较麻烦 而且使用简单的一个功能 会导入它的库 占用我们的一个APP的资源会比较大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就是一个链接数据 获得存储数据的 然后状态 然后是一个长度 然后这是我们获取数据的时候 传的一些参数 就在这个Operation OperInfo里边 这是创建 这里边是执行操作 暂停操作 分析数据 然后分析数据成功了 或者失败了 还有一个就是进度 如果我们下载的一个要显示进度条的话 可以用实现这个代理 然后这里边我们有几个实现一个代理 成功了 就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的一个代理 然后失败了 也告诉我们上一层 告诉我们的界面 这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简单看一下实现 这里边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信息 暂停销毁的时候 而设置一下潮湿时间 这是我们就是发请求 所用到的一个request 这是里边从我们的 OperInfo里边获取URL 还有就是发送的数据 然后如果是http host还是get 我们这里边设一下超市时间 实行的话 我们只需要实行实现这个就行了 这是我们 看我们的数据 我们数据是不是成功了 成功之后 我们就把它存到我们这个data里边 我们这里边还可以调一下代理 就是这里边有一个长度 是吧 比较大的时候会有一个告诉我们一个进度 就是传到什么位置了 传到哪个字节了 传完了之后 我们对这些数据如果成功了之后 我们对数据进行一下解析 如果失败了 我们就把这个失败信息告诉我们的界面 就是非常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网络操作 我们再看一下解析 返回的长度 如果是没有返回内容 我们就默认它成功 然后我们就看它返回的字段 我们这里边的一个是studios 看它这里边 如果是ok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是成功 如果是error 这里边error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是失败了 这是操作 然后我们商户列表的操作 我们只需要实现这个方法 就是如果成功了 我们就把商户的info实体解析出来 解析成一个数组 然后再告诉我们的一个界面 这个代理就是我们的一个界面 好 这就是operation operation讲完之后 我们再加一个 一个we did 就是we有 商户we did 我们在base的里边 会实现这样的函数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就是处理成功的 我们这里边在积累里边来处理 如果成功了 我们就把数据进行一下 保存起来 然后更新一下界面 如果失败了 我们还可以把失败的信息 我们在这里面还可以写一下 这里边其实失败的信息 各个地方可能都有 我们就写在积累里边 我们看积累里边有没有 积累里边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能在这里写的 看这里边是如果是成功的话 我们就把有一个加载提示的状态 状态空间我们就隐藏掉 如果是失败的 我们就把失败的信息给它显示出来 这样就是我们在积累里实现 我们在派生类里边就不用再做这种事情了 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是我们base widget 我们加了几个方法 这是存储数据的 更新界面的 如果我们有本地缓存 我们还可以从本地加载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 创建的时候 我们是从本地加载 如果本地有的 我们还从服务端取下 看看有没有更新 这就是一个 request server 就是我们发起网络操作 再看我们的一个table widget 我们为什么要建一个table widget 因为我们看我们的分析 我们的界面 分析一下 它的一个商户里面 都有这是一个table 然后团购里面也是table widget 我们把这公共的部分 都写在我们的积累里边 叫做一个表格空间 它有一个 这里边单元格高度 这里边加载数据成功了之后 更新一下界面 其实就是table wheel reload的一下界面 然后这是一些table wheel 它的一些代理 这个table wheel 大家要经常的使用 这个要非常的熟练 返回它的一个行数 然后这就是设置我们单元格的 看我们这里边 它的单元格 不同不同列表了 它的展示风格不一样 其实就是一个type sale type sale不一样 它的界面样式不一样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加载 首先我们根据这个标识符 来加载我们的一个seal的一个资源 然后加载完之后 我们初始化一下 然后设置一下单元格里边的 界面上的一些空角的一些 一些字段 这样我们的这个vidget就加完了 table widget它是由seal来组成的 我们又加了一个base sale 这是商户的seal 因为商户这列表 它有一个图标 有一个星级评价 还有一个review 就是一个评论 还有一个地址 我们这样就建完了 建完了 如何跟界面关联起来呢 这是我们的商户的一个资源文件 我已经加上了 加上完之后呢 这是一个商户vidget 我们把这里边把我们的table wheel 加上 加上之后呢 把datasource设一下 然后呢 跟table wheel进行一下关联 这里边大家需要注意点呢 就是使用了一个自动布局 否则的话 我们的单元格呢 我们的table wheel 会有会滑动 可能会有问题 好 这样我们的vidget 我们的商户这个vidget就建完了 我们再设一下商户里边的一个单元格 它的高度 我们设成了一个100 然后呢 我们先显示一下标题 这里边 跟我们的这里边的一个标题 进行一下关联 大家要注意我们刚才加载这个seal的时候是有一个这是它的一个class有一个identifier 这个呢是跟我们这里对应的 我们加载seal资源的时候 就是根据我们这里边啊 就是根据这里边进行加载的 我们把商户vidget里边这个标识呢 跟我们刚才资源文件里边拷贝过来 设置一下它的高度啊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运行一下 我们现在的一个商户列表是什么样子的 好 下载完了啊 这里边标题 这标题都显示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seal 刚才我们大家也看了我们如果不设 我们不设自动布局会是一种什么效果把自动布局取掉 看我们滑动不到底部 因为我没有设约束 就是说这个这个table wheel啊 跟我们的副窗口上下距离要是要设一下为0啊 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auto layout auto layout自动布局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加了自动布局之后 这样就可以滑动到底部了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对照一下这个界面 看一下它有标题啊 有一个这个图标啊 评论术 还有一个地址我们可以显示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seal上我们后面的工作就是改我们的这个界面了 我们为什么在资源文件里呢 因为开发比较快速 我们设一个标题 我们设一个标题 设一个图标 我们可以设一下它上下距离是10 是80乘80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图标 然后我们看这里边还有一个 一个图 就是我们一个评价的一个就是我们显示几颗星的这个这个图 评论术 然后还有一个 这这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界面设计效果 我们来改我们的界面 adress 好 这样我们这几个就基本上写完了 我们把adress跟距离呢 组合在一起来显示 看我们的seal 好 这里边我们设一下 我们设好了 我们先把它的一个 杠 没有的image 我们加带出来 sdata sdata data with content 这里边呢 s ui reads stream infor s photo 这是在主线程中来获取发起的一个网络操作 它会引起界面的卡 我们后面会讲如何在紫线程中来获取一个图片 好我们的图标是完了我们再设置一下 那我们先顺水一下评论 review review 这个叫test 评论 我们看一下我们定义的是什么字段 叫review cont 我们这么写的话 我们这里边就不用管它是64位还是32位的一个 字节了 这标题 这是 do count 再看一下 我们还可以显示一个address 这里边呢 我们把地址显示上 然后把距离 距离显示上 距离显示上 infor the address 然后infor the distance 因为它是整数 这里加一下这个括号 建议大家以后整数转自不穿呢 就这么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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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缺少了一步 我们的cl 建出来我们这些空间有了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下关联 ImageView ImageView 然后ratingView 然后评论 还有一个address 好 先停一下 看 我们地址就有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这里边可能有一些字体字号 我们还可以改一下它的一个根据我们的界面效果做一下更改 我们这里把它两行显示 我们再稍微做一下更改 去 那我们这里就有了界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还可以按照它的这个界面风格再去做一下更改 看一下 那我们这里少了一个这个几颗星 这几个星为什么空出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图标 从它的资源文件里呢我们有几种实现方法 我们可以按它这种 一颗星几颗星 我们做一下判断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函数 wide set start 这里边我们把商户 我们这里边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 设置一下 因为它我们可以单独拆出一个函数来 我们首先呢看一下如果是几颗星的话 我们跟我们的图标进行一下关联 if everage rating 我们可以这么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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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6 然后百分号 at 加 pnd in in average average rating 然后 啊 start 我们看我们这里有没有这个图标 把变量写上 啊 这里边我们就把变量写上 啊 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他得到的是什么 你看我们的啊 5就是5颗星 看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尺寸 看我们这是多多大的一个尺寸 84乘16 84乘16 所以我们这里边呢 84 否则它会变形 我一下啊 啊 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界面基本上基本上就就有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根据它做一些微调 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我们这里边因为它有缩放我们用一个填充 啊 这种效果就不会有拉伸的小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拉伸的效果 你看我们的图片现在就放开我们不拉伸了但是超出我们的界面了我们再做一下更改 啊 可以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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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时候我们的图片就不会变形了 它是四颗星五颗星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我们就基本上把商户列表就加完了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没有它标题 这个大众点评这个标题栏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再把它加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图标 我们看一下它的尺寸是320乘30 我们在Vidget里边 Vidget里边加一个320 然后30 然后把图标点平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我们这个页面上面的这个也有了 这样我们基本上加完了 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刚才忘了讲了 就是说我们的table widget 有了之后如何加到我们商户页面里面 看一下我们商户这个页面 我们商户页面 我们还没有加这个表头 这个不限区域全部全部分类 这个我们后面会加上 我们把这里边呢 这是我们商户的页面 把我们的Vidget的加上 然后这里边是一个添加的过程 这样很方便 我们这个页面就做完了 看一下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在model里边加上我们的一个实体类 然后在operation里边做一架数据获取数据之后的一个解析 然后在我们的一个配置页面呢 微有层里边再加一个我们的一个vidget 商户的一个表格 然后在我们的vidget里边加了一个G类 表格的一个G类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设一下获取一下数据 发起获取数据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单元格 因为是单元格组成我们的vidget 所以我们再设一下我们的单元格 这样我们的界面 这样就是我们的在界面里边呢 就实现了我们要达到的一个啊 这个列表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按照目舞模型 就是我们这里要讲的一个 我们前面已经说的 按目舞模型来添加我们做我们这个列表 或者做我们的界面 好的今天要讲的商户展示列表 我们就讲完了 下一节课我们会讲一个图标的一个一步下载 为什么要一步下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滑动的时候呢 会非常的卡 因为我们在主线程里做的这个图标的下载 下一节课我们就讲这个内容 这几课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